好,各位同學,我們今天來 畫出這一個 logo,也是在 忘了在哪邊看到,就怎樣做出這一個東西 那其實各位這邊有兩個重點 這樣子是一個 物件,這個物件,然後以圓形的方向發展出來 Inscape你要這種概念 像算數學對不對 第二個是這個 你看這個地方是平平的,但我這個地方是尖尖的 你怎麼去做出這個尖尖的 這樣的東西好 那在做這個之前呢,我們先幾個概念的了解一下 比方說這是一個,假設我們這是一個直線,假設這樣,沒關係 畫一個直線好了 OK,各位這是一個直線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這個直線裡面呢 我加特效 然後呢有一個這個,這個叫接合類型的特效,各位可以看到平端 圓端,有沒有,並圓 然後呢這個 這個尖端,有沒有,這個就是我用尖端,就是用這一個 然後呢這個平端,平端你注意喔 他是在這一個地方,就是這個是節點他的這個地方 然後呢方端有沒有,他會突出來,突出來 節點在這裡,但是他這邊有一個突出來 不要小看這個啦,需要的時候他就變得很強 你就會知道是一個這樣子的 作用,就是我們在講今天要交的部分的這個 然後再過來是這個怎麼畫出來,這個要怎麼畫出來 這個 我不是學美邊的,其實畫的都不漂亮 但是我很喜歡這個 練習這個東西,其實蠻有趣的 各位如果跟我一樣常常心情不好 畫畫畫畫,這個心情都很好的 這個其實以後我想來教這個纏繞畫 各位知道纏繞畫 纏繞畫就是心理治療,就是這樣 每天畫這樣子,畫這樣子,你不覺得 看起來很漂亮嗎? 規律 有節奏,這個纏繞畫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點這一個地方 點這一個,這個地方是 點這一個 然後這一個 這個是 曲線的 螺旋曲線,就是這個 點來點去有螺旋曲線 然後呢,對這個 這個不曉得各位會不會 如果你沒有這樣子的話 你這個地方 按文件屬性 然後記得按 格線 你記得按格線,這邊會有個新增 按格線新增 你這邊沒有啦 你新增按下去就會出來了 我x是10 y也是10 x是10,y是10,現在就正方形了 就不用管 那就可以把它關掉了 假設這樣就出來了 為什麼這一個,你這樣子 要畫東西的時候,這個規律性才會出來 所以我就在選 然後這個東西 你看 點他 點他 我也只能這樣子 找剛剛是不是更規律的 這樣會很漂亮嗎 這樣更規律嗎 還是這個規律要這樣子 或者 或者這樣子 好,出來了 多練習 為什麼這樣多練習 這個 不是專門學這個 我也不曉得 學美邊 學美工 是怎麼練習這個 我都是透過他 然後跟著格線 然後 畫久了平感覺 反正這一條線出來了 我就是這樣子 這條線出來了 點他 點他 然後呢 複製 Ctrl D Ctrl D 他會複製 已經複製一個了 然後再按這個地方 翻轉 有沒有 好,那我想教你一個很重要概念 我點他的時候 我在拉他的時候呢 我如果按Ctrl鍵 我只會水平的移動 水平的移動 或者上下移動 看你怎麼移動 至少你的移動是水平 這樣就很準 有沒有 這樣就可以很準 好,這樣出來 有沒有 那這兩個基本上就很準了 就會這樣子 好 好,但這邊還有一個很重要概念 你看,這裡是兩個 對不對 你要把路徑 結合 是結合 不是相加 這個我解釋過了 相加是面積的概念 變成同一個面積 結合就是 只是把它併在一起而已 結合就可以了 有沒有 本來是兩個 現在變成一個 就是這樣子 然後這個東西呢 好,看看你 你也可以稍微轉一下 或不要轉 這就是這樣子 我讓你看這個東西 好 然後再過來就用我們老招 最常用那個招數 對不對 你要結合完 那個 特效才能使用 你常常看我的video 旋轉複製物件 我超愛用的 出來了 6個改成5個 不要那麼拼 再過來點這裡 點這一個 這個節點攻擊點他 你一點他就會看到要擺擺的東西 就表示你可以 你可以移動他 創造你要的 光是這個就可以玩出很多花樣 可是他沒有 我也可以這樣子 有沒有 這樣就是一個 一個狀況 對不對 然後呢 往裡面移 往下移 這樣也是一個狀況 對不對 這樣也很漂亮 有沒有看到 這樣也很漂亮 但這個不是我們要的 我們要的剛好點倒 這樣又是一個 我要的 我們要的是完蛋了 忘記怎麼弄才弄得出來 就是這樣子 對 剛好 我也得東拉拉 這個是我們 是這樣嗎 好像也不是 完蛋了完蛋了 對這樣才對 有沒有看到 光是移動這個可以移動出很多很有趣的東西 然後稍微把它拉大一點 因為等一下讓你看那個 好 就是這樣子 我很喜歡玩這個特效對不對 你看這個樣子出來了 各位 我現在在特效的狀況 你要把特效的狀況轉成一般物件的狀況 所以按 路徑 物件轉為路徑 把它轉成路徑 有沒有看到特效不見 特效不見 特效是 特效就是隨時可以 還可以再玩它移動它 那一旦轉成物件就固定了 其實某個角度講就定型了 對不對 定型了 那定型了之後呢 再過來 還記不記得剛才我們講的這個 這個結合類型 有沒有 我把它改成這個尖端 就是我們 剛才教的那樣一個東西的 就變成我們 今天要教你的部分 好那我們 就要這邊 練習看看 很有趣 謝謝各位